從酥脆炸雞 炭烤甜不辣 到居酒無料理和火鍋餐盒 就整桌擺滿萬華區美食 包含一飛仔麵店 兩喜好 和美官員通通都在名單 總共四十家排隊名店 組成盟家小隊 含出萬華不會的口號 推出五十塊希望餐 總共兩萬份 提供給經濟弱勢族群 我們店家其實有事情做 大家的力量怎麼把人帶帶回來這樣 海鮮餐廳或一些火鍋店 到現在為止都還是無法營業 損失的話真的是難以估計 全台疫情趨緩的萬華區 還是沒有客人 以這兩家業者來說 一月才開幕的首要飲店 五到七月業績幾乎歸零 還抵抗十幾萬元的月租金 另外距離農產市 只要五分鐘路程的蚵仔麵線 更是一連停了兩個月 雖然入不敷出 但還是推出成本價希望餐 期盼人流回來也能帶進前潮 台北燈節是一個會湧入很多人潮的 一個大型的活動 可是如果這個時候來推動 大家一定還有一些疑慮 威姐豐對商圈幫助不大 北施承諾台北燈節延到年底 絕不會取消 另外紓困方案也還在討論 但業者只判是否能快點有實際作為 讓猛獎能甩掉疫情陰霾 再現生機 發新聞家庭如智希 台北超報導